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法根治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眼部疾病 并且是帮助了46个国家超过800多名的患者重见光明 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伟大 是世界著名的中医眼部专家 那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在疫情这段时间 您是如何通过哪种形式来继续帮助患者的呢 首先这个中医治疗这个眼病呢 是一个未被挖掘的一个领域 中医呢 是一个宝库 在这个病的这个成功呢 应该说是中医的伟大 我们不是一个挖矿的一个人 这个疫情期间呢 由于封城啊 这个交通的不便 我们的病人 就世界各地这些病人都不能来了 我们都是通过网络诊病 通过网络联系的方式看病 都是通过WhatsApp啊 或者微信啊 给病人视频诊断 那这样看不到病人没关系吗 看不到他在近距离看他的眼睛 就是说就不用看他的眼底 甚至也不用把脉 我们就因为一些老病人嘛 通过他的病史的了解啊 他的症状的变化 然后再根据天气啊 节气的一些特点 我们就可以给他调整方药 来给他治疗 然后把药呢寄给他 通过快递公司寄给他 这样也帮助了非常多的病人 是的 其实这也是中医和西医 很大不同的地方啊 也展现了中医的伯大精神 对啊 就是说我们是 我们很多病人就说 他说于医生 你看我的眼病 从来不看我的眼底啊 对啊 我们因为我们是从总体的角度 来治疗疾病 而这么多年来探索这个方法呢 就是说从整体的方法 来治疗眼部局部的疾病呢 是一个行之有效的 一个途径 我们也非常开心 能够验证中医的这个生命智慧 那在疫情期间呢 大家呢 在家里面上班上课的时间 增多了不少 那么您可以为我们谈一下 我们在家里面应该如何 科学地控制我们用眼的时间 才可以保护我们的眼部健康呢 是这样 这是应该这个命题就是说 我们现代的数码生活方式 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学习 工作还是生活都搬到网上了 是一种居家的经济模式 是 这疫情呢促进了我们人类 向数码生活方式的一个转变 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呢 我们常见的情形就是说 睡得很晚 过了半夜以后才睡 然后打游戏 看微信 从早到晚呢 盯着这个手机 是面对这些电子荧幕的时间 比我们面对真正我们朋友啊 亲人的时间可能还要多了 因为我们一直要对着荧幕上班 上课 对啊 这就造成很多社会的这种隔离现象 社交减少了也产生很多心理问题 是的 还有呢 小孩子们本来是在课堂上课的 现在呢 他要这个从网上上课 从早到晚盯着这个iPad盯着电脑 所以很多小学生都在疫情期间 快速地戴上眼镜了 导致家长非常焦虑 得非常焦虑 还有呢 就是说 这个电子产品呢 导致的蓝光损伤 长期以来呢 会导致视网膜的损伤 也是一个隐患 我们建议就是减少所有非必要的 网上时间和电子产品的阅读时间 必要的像工作啊 学习啊 这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呢 很多娱乐的活动啊 很多这个社交活动呢 尽量地要避免使用 不然的话 因为现在来讲 很多的成年人 每天上网的时间 超过了十个小时以上 其实我们看电子荧幕的时间 不可以超过多久呢 每一天呢 最佳是要两个小时之内 两个小时之内 就要去 可能要看看其他的 就是说这一天总量 阅读这个电子产品总量 应该在两个小时之内 不可以一直盯着电子荧幕 两个小时以上 但是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人是超过这个限制了 是 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呢 属于视力的超符合生活方式 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超符合生活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 对视力的保健 养护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生活措施 生活的一部分 对 因为现在上网去上课开会 很容易就会超过两个小时了 那其实我们靠保持坐姿啊 这种就是保持一些距离啊 会不会也会保护我们的眼睛呢 对啊 这个姿势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青年人看手机啊 要不躺着 要不坐着 都不成样子 导致这个很多的颈椎病 脊椎的问题 而且年轻人中呢 导致吸血管疾病啊 像脑中风的发生率都很多 就有一个姿势的不正乎 我们真正应该讲的话 不管是看书还是看手机 最好是能够抬着头看 有一个架子支撑着来看手机 而不是低着头看 低头的时候 我们进一步承受的重量要 60磅 也就是30公斤啊 那么我们要是抬头看的话 只有10磅 所以说长期以来呢 颈椎这一块呢 受的压力太大 它就会形成这个 不痛啊 肿症啊 这个颈椎病 头疼啊 这些问题 导致颈椎这个供应不足 脑缺血 头晕 这个注意力不集中 甚至很多年轻人就脑中风 甚至去世 粗食 您创意的适肾营养产品 也是可以帮助维护眼部健康的 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啊 我是在这个长期的 颜科的临床实践中呢 就发现这个病人的营养状态 对他的治疗效果 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同样的中药啊 针灸啊 治疗 对一个营养比较良好的一个人 他的效果就非常好 一个人平时不注视营养 吃有上顿没下顿的 又很消瘦 他的效果呢就来得慢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眼部的这个营养 做了很长期的研究 现在这个数码生活方式呢 我们不管是学习工作 我们主要的获取信息的途径就是阅读 所以眼镜是我们身体中最疲劳的器官 对 最重要的也是 在我们阅读的这个过程中呢 就必然的会消耗很多相关的营养素 导致这个营养素的 这不成比例大量的消耗 像维生素B啊 C啊 还有我们的胆碱类的这些营养素 都会大量的消耗 而我们的饮食呢 又不规律 补充又不足 这就导致了我们现代人类 长期的营养缺乏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们就创造了系列的 基于自然食物导致的一些功能性食品 来为这个我们现代的上班族啊 上网课的学生呢 提供营养 比如说我们每天应该吃 20到30种不同的蔬菜水果 才能保证我们基本的营养的平衡 但是普通人可能很难做到 对吧 这个所以说我们就是都是天生的 又有一个营养不足的状态 像我们做的这些蓝莓饼干啊 红莓饼干 每一个饼干里头都有15种啊 17种啊 不同的蔬菜水果 它不单单只是蓝莓 不是我们是和像芹菜啊 苹果啊葡萄啊 这些常见的这个蔬菜水果 都用冻干的技术把它做在一起 所以呢这样吃一块饼干呢 就补充了我们平时饮食的种类上的不足 就通过这些天然的方式来补充营养 对 所以我们适圣这个营养食品的这个宗旨呢 就是为现在数码人类的这个生活 提供营养的加油站 嗯 那可以为我们介绍一款日常可以让我们食用的营养品吗 哦 那就是我们BC市生产的这个蓝莓呢 我们做成了蓝莓的软糖 这个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吃 而且这糖呢 是用的我们中国广西的罗汉果做的 嗯 这罗汉果的其实它没有热量 也不影响糖尿病 也不影响这个儿童的牙齿 所以说 嗯 这是个一上市以来的大家都很欢迎 嗯 就是一款我们可以日常来食用 来维护我们眼部健康的营养的功能性食品 就是平时 嗯 我们讲给我们顾客说 就每看两个小时的电脑你就吃一块糖 嗯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呢 我们将继续请余医生 与我们分享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保护眼部健康 我们将继续请余医生 我们将继续请余医生